福岛并推广农民使用生物防治 苗栗区的农业改良场就邀请了前药毒所博士 在大湖乡办理昆虫性费洛蒙及金马警戒费洛蒙在草莓害虫防治之应用 资材不仅小巧而且悬挂方便 还能降低化学农业适用维护草莓的整体品质 因为农民其实我们草莓在草莓这一块是有一些很大的一些问题 因为喷药的部分也很容易有抗药性 所以我们是希望藉由推广这个警戒费洛蒙 然后能搭配一些农药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其实是综合的防治 搭配一些农药跟搭配一些甚至天敌这一块 能够来达到这个减低农药使用的这个效果 技马警戒费洛蒙是藉由技马对于天敌昆虫危害时 生理上分泌产生的气味或是液体 研发合成的生物防治药剂 每分地设置250到300个 大约每六个月更新一次 我们目前在逐步推广 大概已经达到有20公顷以上了 那我们希望藉由这个推广 可以让我们的农民来降低使用这个化学农药 利用这个生物防治来防治这个害虫 来减低这个农药一个使用量 以达到我们这个就是更好 更安全的一个草莓一个品质 用这个技马警戒费洛蒙可以完全 也可以完全不用农药 因为这个警戒费洛蒙我们释放下去的话 最起码有三个月到四个月的奇效 因为技马不危害的话 我们就是开花然后受粉它就会比较完整 然后整个防治起来也是比较简单 就不用可以不用农药来防治 目前大湖地区超过20公顷草莓田 使用技马警戒费洛蒙 但不少农民悬挂方式不正确 导致效果不佳 绑在一起以后 然后就那个它有风扇在吹嘛 那就说那我就因为是味道嘛 我就用那个风扇这样吹过去这样子 但应该就有效 结果是 还是要 还是要这样子 就是因为技马很小 每个植株旁边都是有那个围气候 所以还是要 要这样子做 技马警戒费洛蒙帽口必须朝下 放置于植株上方才能解决草莓头号并宠害 农民不妨多多利用 省时省工又能友善环境